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為你們介紹我們公司之前也有推過幾個系列的產品 就是所謂的比利時鬆餅 我們公司所推的比利時鬆餅有1號還有2號 這兩個之間的口感比較稍微酥脆一點點 那2號的口感比較不有嚼勁 當然我們還有另外一支是為了布魯塞爾比利時鬆餅 那它的麵糊是比較呈現流體狀態的 今天很高興為各位介紹我們新條的一款 也是屬於比利時鬆餅這個產品裡面 那我們是希望有些客戶對於吃這種快速效果去做的一個發酵類的產品 比較容易產生胃脹氣或是說胃脹分泌過多的一個情形 那照顧就是說那時候呢吃完的時候會不能再說很舒服 那所以說呢我們就是希望再加一點點像我們這個食材 應用在這一支比利時鬆餅 我們想盡量各種辦法 看是用怎麼樣的一個模式呢 去呈現出這個效果產品的一個特色 但是它又希望它的口感呢 是富有天的效果這個咖啡滑滑滑滑的一個風味 那很高興呢我們經過這陣子的一個研發呢 經過很多次的不斷的測試 我們把這個配方再稍微做一個調整 那可能這個配方在市面上應該是沒有其他產品 會用啦 那也是我們鐵力專屬的 那一般市售的那個離地時電的鬆餅呢 如果有調好的一般盒 基本上各位在製作的話 它第一個它不會把酵母填加在一般盒裡面 那像我們鐵力呢 就會把酵母填加到一般盒裡面 那原則上呢它不是一般麵包店 在操作的 如果麵包店在操作的 那也不會買浴板粉的 只是對於這些咖啡店 或者是需要用到這些浴板粉的一個產家而言呢 一般你所拿到的 它會使用到的離地 用這會不會的快速乾酵母 那快速乾酵母呢 它如果添加了量呢太多的話 就是它發酵完之後呢 它後面的一個 酵母酥的一個酸味呢 會比較重一點點 那如果去避免這個現象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就是說 它的快速乾酵母 我不喜歡 或者是說 對這個不大適應的一個人來講的話 它對於它整個這個時候的感覺 並不是說它好 可是如果去應用這個天然效果 剛剛這個食材裡面呢 又去縮短它整個一個製程 那我們今天呢 要介紹的這一支呢 我們是我們用天然效果為主 再搭一點點來一個照樣的 表示效果為主 出現的這一支 天然的一支 比例時的一支鬆餅 那它整個一個操作的流程呢 我們今天示範的量 這個我檯面上的 比例時的一支鬆餅 我用天然效果為主 我們做的量呢 是1200克 它用的比例呢 是6顆蛋 那烏煙奶油是360克 那 天然牛奶油是360克 那它很特別的 那它很特別的 我們有一些比較天然的 一個透明的 濃度的機器 去帶出它另外一支 維持的一個天溫 我覺得有加了風液之後呢 可以提供那個色粉的這個口感 另外 就是淡淡的另外一支 風液的香氣 那也避免就是說 長時間過多的一個發酵 或者是說 產期過多 或是產生的那個油膏感 並不是說炭 但是由我們整個配方怎麼調配呢 我們的天然效果呢 我們是用了柯麥 柯麥那這支天然的酵母粉 所以說我們經過不斷的測試 除了去調整 天然效果的量 跟快速效果的量之外 讓它吃起來的口感 是具備天然效果的那種香氣跟風味 第二個 我們又希望整種的一個方向時間 不要拉得太長 如果拉得太長來講的話 就剛才提到的 我們耗費很多時間在這邊做一個等待 第三個就是說 調整它當中的一個風味 跟它的其他的比例 讓它呈現出它 蠻特別的一個風味和口感 OK 那我們先趕快把它打起來之後呢 烤完之後 再看看整個一個口感的差異性 這個調整 這個調整 鑽的 酵母 是 的 酵母 酵母 酵母